欢迎收看本周国际博士欧洲观察 我是张雨昕 本周加入我们的央视智宇 欢迎智宇 哈喽 雨昕 大家好 我是智宇 好 今天一样是从乌2开始 乌克兰的部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 他们最年轻的指挥官 在巴赫姆特的前线丧命了 对 而且他其实算是大有来套 因为他其实可以说是整个乌克兰军里头的精神领袖 因为他在2014年的时候 就进入所谓的乌东前线 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指挥官 对 因为他当时年纪很轻 才18岁 然后这边其实有提到说 他当时在乌东前线跟部署并宴作战 之后他志愿军也并入政府军 然后他就是乌克兰最年轻的营长 还有获得哪些殊荣呢 这边说他获得金星勋章 还有乌克兰英雄的头衔 那他是在战场上丧命 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 现在在巴赫姆特的战况 真的是非常激烈 尤其巴赫姆特我们在之前 俄乌周年的时候一直都在强调说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绞肉机的战事 不断的在发生 由于现在俄罗斯还有乌克兰 现在都是一个持续交战 在乌东七区的状况之下 其实也可以想象到说 在当地的情况真的是 算是蛮焦灼的 那另外在俄罗斯的部分 同样俄罗斯控制的卢干斯克地区 之前是遭到炮击 俄罗斯我觉得他好像是一贯都这么说了 他就说是无军所为 对 其实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罗生门 但现在也说了 其实这一次包括负责调查 乌克兰战争罪的调查中心 他的资料来看到说 的确是在乌克兰的军队 在莫斯科当地时间的下午1点10分的时候 有发射所谓的海马斯火箭炮 不过针对这件事情 乌克兰还没有对外的表态 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军事行动 那之所以会有争议 还是因为这一次的攻击 造成三位平民受伤 包括孩童在内还有九位的平民 是受到轻重伤 通常这个战争如果有平民受伤 或是伤亡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受到关注 对的确是比较敏感的话题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新的乌俄的新闻报道 巴赫姆特乌兵奋勇抗敌 继续朝俄军方向发射2SE自走炮 除了这款武器 另一边也有乌军手握M119榴弹炮反击 一旁堆成小山的弹药桶 显示出用量确实惊人 尽管这里的乌军看似还应付得来 但他们坦言当前最大挑战 其实是路况 因为乌克兰正式迎来春天的泥泞道路纪 导致运送伤患也困难重重 巴赫姆特乌兰西部小镇一整天炮声不断 不久前俄军又朝这里的民宅 使用S300飞弹和极数弹药 由老夫人腿部受伤发出痛苦哀嚎 幸好他最后顺利抵达医院 但里头还有许多人一脸惊恐 等待后续治疗 巴赫姆特战况扑朔迷离 乌克兰官方公布影片 声称旗下狙击手成功在工厂内 击毙6名俄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记者说 巴赫姆特的乌军一周内杀敌破千 让俄军吃足苦头 事实上 瓦格纳领袖也认了战况艰辛 但他同时说 现在距离巴赫姆特市中心 只剩1.2公里 只差更多的弹药就能往前推进 这两残骸被炸到成垂直撞卡在围栏 这段由俄国官媒曝光的画面 据称就是瓦格纳佣兵穿梭在巴赫姆特近郊 但现场早就一片狼藉 画面中还出现疑似乌军的尸体 以及残留的武器残骸 巴赫姆特机站好几个月 卫星罩直击一树田野 但坑树越积越多 看了让人头皮发麻 虽然各界聚焦当地的战况 但美军退降认为 乌军其实更希望从南部 切断俄军的陆路不及 周末期间大批基辅民众 再次列队游行 却是为了送别日前不幸 在巴赫姆特阵王的最年轻营长 外号达文西的科奇败落 早在2021年 泽伦斯基就曾亲自表扬过达文西 因为他2014年加入示威后 就自愿投入抗俄战争 却不幸在今年命上巴赫姆特 年仅27岁 至于先前被俄军俘虏 处决前还高呼荣耀乌克兰的士兵 最新证实其实是来自切尔尼哥夫的狙击手 而他和已故的最年轻营长 双双成为乌克兰勇气的最佳象征 远新闻综合导 好德国的部分呢 德国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很有关了 他说德国的新闻工作者啊 异常的危险 这面提到说攻击恐吓等犯罪行为 比过去四年增加了两倍 为什么在德国当记者这么危险呢 其实我觉得在全世界当记者应该都蛮危险 怎么说因为其实只要有示威抗议 基本上对于记者的工作来说 因为我们是站在前线嘛 尤其是在两倍的人物中间的话 的确有时候会遭到一些波及 不过我们来看到德国的情况 他们认为说其实五分之一是跟 新冠示威的疫情是有关系的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就说啦 在2022年他们总共记录到了320笔 是针对新闻记者所做的犯罪行为 这数呢数字是2016年来的新高点 所以确实就像志宇讲的 是跟这个抗议有关啦 那抗议的时候记者有时候难免 就会被波及类似的状况 对尤其其实有时候 世卫游行难免会比较激情一点 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灵性的情况 当然站在前线报导的记者可能就会 呃必须要特别多注意一点 而且其实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包括之前大家知道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活动 在美国当时美国前总统川普 也大声的几乎说可能认为记者的报导的角度 还有他们的立场都会有些偏颇 其实连带也会让很多的民众的情绪 是宣泄在记者身上 对那在英国的部分呢 最近啊这个全球金融圈都在讨论的 就是矽股银行了 矽股银行呢原来不只是在这个加州啊 包括在英国啊 在加拿大在德国都有分行 那英国分行的部分呢 汇丰银行是象征性的一英镑就把它收购下来了 对所以说汇丰银行别认为说是白衣骑士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字眼会比较陌生 我们也帮大家解释一样 白衣骑士其实也有人说它是白武士 意思呢其实就是善意的去收购 或是协助另外一个公司 让他们渡过难关 不过其实汇丰银行会收购 所谓的这个矽股银行的英国分行 起来有字啦 因为它本身旗下是有非常多的客户 有三千三百个客户 而且大多都是新创还有生技产业 如果这些科技还有这些公司是受到影响的话 的确对英国的很多的新创产业 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汇丰也可以借此开发这方面的客群 没有错 那另外这个分行呢 其实我觉得它的体质还不错 主要呢 它2022年的税前盈余 其实还有八千八百万英镑 而它本身有55亿欧元的贷款 还有67亿英镑的存款 所以跟这个在美国当地发生的状况 是因为这个债券啊 周转不灵等等的情形 其实是有一点点没这么相似的啦 所以也许汇丰也是觉得说 吃下这个银行对他来说可能也多少就有些好处 毕竟生意人嘛 不会做一些亏本生意啦 赛商演商 而且其实英国的政府其实也算是动用国家的力量 算是象征性的收购 但这个行为的确可以让很多的新创产业也好 还有中小企业也好 会觉得比较稳定一点 对主要是客户们不用太担心了 那法国的部分呢 刚刚我们才聊到说抗议啊 法国大家知道说 他们要求说工作年龄要连长两年嘛 所以呢他们就有很多罢工抗议啊 现在哦是他们说清洁工不愿意出来工作 所以巴黎呢垃圾堆积如山 说光是巴黎哦 有5400万吨的垃圾 只是巴黎而已不是全法国 对所以香港的媒体就用一个 我觉得非常精准的字眼在形容这件事 叫做垃圾围城 因为从图片上你确实可以看到 到处都门口都是垃圾 而且甚至我觉得有一些 新闻媒体用一个我觉得蛮贴切的标语 他们是说什么空气当中 你可以闻到这种浮渝的气味 弥漫在整个城市里头 而且呢老鼠更是遍地跑 所以说一个观光的很有趣 然后很浪漫的一个都市 竟然是被垃圾围城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蛮讽刺的 对那他们遇到的状况 是我今天看了这个报道后才知道的 原本只是说62岁的人 要延到64岁多加两年 但是原来他们其实有分 他说垃圾清运人员 这个工作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危险 所以57岁原本就可以退休 加两年就变成59岁 那除了垃圾清洁员以外 他说污水处理工 原本是52岁就可以退休了 那他们现在就变成54岁 但很多污水清理工就说 他们的同事大概40几岁的时候 身体就出现状况了 52岁退休 很多人退休之后 身体不好很快就过世了 那现在居然还要再延长两年 他们觉得很痛苦 尤其可能是本来他们已经心理打算好 要退休 比如说我再过一年 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的这些族群 突然看到这个改制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没有办法接受 对那巴黎的副市长啊 他说啊他基本上是帮这个垃圾 清运人员讲话啦 他说疫情期间啊 他们都在工作啊 没想到因为这个年金改革的问题 他们居然就罢工了 似乎是凸显出他们心里的不满 跟一些难处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报道 花都巴黎远处是艾菲尔铁塔 拉近一看垃圾却在街头堆积成山 巴黎现在丑到不行 街头咖啡厅跟奢侈精品店 门口有一半都快被垃圾淹没 因为清洁人员为了抗议年金改革 也加入大罢工 导致垃圾焚化炉被迫关闭 整个巴黎已经累积四千多顿垃圾 据争议性的年金改革 参议院花上百个小时辩论 最后以195票赞成 112票反对通过法案 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延到64岁 对执政的优异联盟是一大胜利 年金改革最快16号将做出最终表决 各工会领袖也计划15号再号召上百万人上街抗议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YT频道